让老师看一看谁还没有长按点赞键三秒 老师要多给你留点作业哦 起床了 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再不起床 打你屁屁 王宝宝他们最近又出新品了 就是这个蜜桃乌龙口味这个麦片 然后跟你们讲有个特别好玩的事情 就是那天我跟我爸说 我说我收到王宝宝的麦片了 他就跟我说什么 王宝宝 他说我正在吃 然后他说那个他上次自己来网上买的 然后他觉得特别好吃 然后他跟我说 那个你得帮我要几袋去 然后我心想吧 我好歹也是个28嫌的网红 真当我不要面子的呀爸 这个是真事啊 就是现在连爸爸们都喜欢吃王宝宝了 然后这次这个麦片吧 一打开就是那种浓浓的桃子味道 然后吃的时候 就好像喝了一大口 蜜桃乌龙茶 哇哦 买他买他买他 然后他这个麦片呢 都是140度低温烘焙的 保留了大量的这种膳食纤维 然后口感我也觉得很好 干吃的时候就是特别脆 然后泡牛奶吃的时候就特别香 然后吃到这个果干的时候 就是这种软软的 就是口感特别的丰富 又脆又软 特别好吃 或是浓所 把门下吃呢 等下来 老爷爷 来そう 1 我 那么今天的Ginglish就给大家讲一个词叫做crime 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这个词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式词典上面它的基本的解释 它最最基本的意思 大家要记住一个图像 就是把什么里面给它装满 而且这种装还不是普普通通往里面装的东西 它都有这种填充满然后塞满的这种感觉 满满当当的这样的 有点像是挤进去或者推进去的这样的感觉 然后比如说像我之前读文章的时候 有一句话就说的是 crime their bags into overhead storage 说的就是你上飞机的时候 然后把行李箱给塞到 你上面放行李 那个叫什么呀 飞机上的那个 就是你们知道那个东西吧 那个储存那个行李的那个盒子里面 我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 但是我今天想再告诉大家还有一个意思 然后在短时间之内往脑子里面填充很多的知识 指的就是在考试之前集中大量的突击一些考试内容 然后之后我就看了很多油管上的这种学习博主 包括他们做那种校园vlog的那种大学的 然后我就发现他们特别常用这个词 因为在考试的时候 比如说一个同学说我没有复习 然后到考试之前 我就是crime 或者crimeing这个词用的特别多 比如说she was cramming for the exam 大家这两个用法都必学起来 尤其是考试 对于同学来说其实是非常实用的一个词 因为大家考试之前都突击嘛 对吧 4位 5位 4位 4位 6位 5位 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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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位 7位 6位 6位 And love 熱く 口づける度に やけに色のない夢と見る 今天的天氣還是非常好的 然後等一會我就準備準備要出去了 這麼好的天氣不出去學習不是可惜了嗎 主要是因為之前有一個視頻一直下雨 想出去沒出去成 然後這次出門給大家錄一下 陽光一點點就在我的房間裡就開始蔓延開了 今天天氣真是太好了 陽光特別充足 心情也是非常的好 而且今天就是特別順路上 所以今天其實我到的有點早 現在還不到11點 我現在稍微點餓 所以呢我先去吃個飯 因為今天早上我起挺早 先去找個地吃飯 之前我來過這兒一家店 一個越南菜吧 一家店 才能吃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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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